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系统与心脏皆有状况 上周恶化住进家户病房 有人转述 家属低调倾向不办公开告别式 可能在疫情过后办追思会或纪念活动 文化部长郑力军表示 杨木投入全副生命思索与锻炼诗意 终其一生都在朝向一首诗的完成 为台湾留下爱与哲学 浪漫与正义的永恒诗篇 必将世代传颂 杨木辞世 他表达深知哀悼与敬意 文化部将成请总统蔡英文包扬 杨木本名王靖献 1904年生于花莲东海大学毕业 赴美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 博客来加州大学博士后在美职教静萨年 1996年返台 杨木本名王靖献 1904年生于花莲东海大学毕业 赴美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 博客来加州大学博士后在美职教静萨年 1996年返台 杨木本名王靖献 1904年生于花莲东海大学毕业 赴美取得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 博客来加州大学博士后在美职教静萨年 1996年返台 杨木这有散文、诗集、戏剧、评论、翻译、编撰等中英文五十余种 代表作包括夜山散文集、杨木诗集、齐来钱书等 曾获国家文艺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去年辞世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 马月然相当喜欢杨木作品 多次翻译杨木诗作 因此多年来,杨木也被认为可能是台湾第一个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杨木自中学便始至新诗创作 主编诗刊 他早年笔名夜山 深受浪漫主义诗人影响 赴美留学时见证1906年代学生运动 萨二岁改笔名为杨木 尝试以诗介入社会 诗人陈一芝指出 1905年代台湾诗坛崇尚西化 洋溢晦涩诗风 杨木诗作兼具抒情与叙事魅力 为诗坛注入清新活力 杨木成名后依然更换笔名 象征创作重新开始 也展示他对求变的坚持 他年少成名 到了晚年依然持续尝试新风格 曾告诉记者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不变即是死亡 陈一芝指出 许多作家一生只有一种风格 而杨木风格的多变 却让诗迷如他也常惊叹追不上 1976年 杨木与中学同学叶不容 诗人雅贤 深化学家沈艳士 共同创办洪范书店 洪范书店主编叶云平指出 杨木的编书人角色常遭忽略 洪范前萨年出版的 所有书籍均须经杨木头